身體裡的自由雞 就是我們老化的元凶 主廚今天用可可 來幫我們對抗自由雞 對 我們今天要做可可蝦仁 就是所謂那個可可咖哩蝦仁 其實在咖哩裡面 加一點可可或巧克力 是非常好吃的 對 我們等一下來教大家怎麼做 首先我們在鍋子的這一端 我們先放的是 橄欖油的部分 等一下把它放進去 我要先燉煮那個 它的一些配料 把它放進去之後 那接下來我們要放的是 這一個洋蔥 洋蔥 放進去 先炒香 先讓它在鍋子裡面停一下就好 OK 好 那接下來 我今天準備非常多的一些食材 對 那有魚的高湯 有可可 還有山藥 跟紅蘿蔔 還有就是番茄的部分 等一下我們要把它拉出來 把它燉咖哩的部分 來 圍爐烤你 我們現在炒洋蔥蝦 接下來要炒什麼 炒番茄 不是 炒咖哩粉 我炒咖哩粉 咖哩粉先炒 咖哩粉放進去 讓它有點發泡 放進去之後 會有點發泡的一些現象 發泡的現象 讓我們稍微去給它攪拌一下 讓它整個香味出來 是 香味出來之後 那接下來我們要 就是跟韋汝講對了 我們要放番茄 那還是對了 故意噁心它就對了 其實都可以就對了 就是不要跟它講對就對了 好 把這個番茄放進去之後 增加它一個甜味 讓它甜味出來 那接下來我們要放的是 這一個紅蘿蔔 放進去 這燙熟的紅蘿蔔 一定要燙 那接下來我們把山藥的部分 也放進去 這也是燙熟的山藥 我都把它燙一下 燙一下 好 那接下來 開始在鍋子裡面 就把它翻炒一下 翻炒的目的是 第一個讓它增加一點鍋氣 第二個就是把它整個香味 吃進去整個食材裡面 所以我們在翻炒的時候 翻一下之後 那接下來我們要 把它撒上一點鹽巴 鹽巴先撒 對 開始調味 鹽巴先撒 來面就OK 那接下來把這個魚糕它 今天我們就用鱸魚 鱸魚糕湯 鱸魚糕湯 鱸魚糕湯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我們開始就讓它在鍋子裡面 這邊就比較微煮 讓它微煮到一個程度之後 就讓它有點熟透之毛 我們等一下再放這90%以上的 可可片 巧克力 我剛剛有吃了一片 是滿色的 滿苦色的 但是你把它放在咖哩裡面 它其實整個口感跟味道 是非常合的 這是個秘訣 對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在炒蝦仁的這一端 我們現在開始炒蝦仁了 對 把這個 印加果油放進去 對 炒蝦仁我們就用印加果油了 一大堆藍鑽蝦 把藍鑽蝦 難怪最近股市大漲 用藍鑽蝦 把它放進去 對 好 吳醫師你怎麼看這道料理 我發現他用了一個 很特殊的食材 就是我們平常常 你最吃的黑巧克力 然後黑巧克力裡面有可可 這也是我的最愛 我今天每天都要吃三片 這個裡面它有什麼 多酚 還有類黃酮 它的抗氧化很好之外 它對於我們身體裡面的 這種皮膚就是說 抗氧化對於防晒的效果也很好 所以你也吃進去 可以幫助它做一個代謝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山藥 山藥也是基本上 是我們很好的養生的食材 藥食同源的 在我們的本草公務裡面 就有提到說 它可以怎麼樣 抑腎氣 腺脾胃 還可以止彈鹹 有時候口水太多 彈很多的 還有它可以止謝謝 所以脾胃不好的 這個部分也可以吃 還有一個就是可以潤皮膚 潤皮膚吃一吃以後 尤其是新鮮的 有現膜的 沒有煮過的 它的潤皮膚的效果更好 OK 好 這個蝦子差不多快熟了 你看我把硬加果放進去 我選用的是米其林級的硬加果 放進去之後 整個香味跟蝦子吃起來 完全真的是非常棒 我們把它關小火 關小火它慢慢熟成之後 接下來在咖哩的這一端 放巧克力 巧克力放進去 放四片 四片大概幾十公克這樣子 就OK了 所以它溶掉就好了 把它溶掉 然後慢慢的去給它做一種 你看開始有一點顏色 顏色跑出來了 對 巧克力顏色就跑出來 有沒有 那種有一點暗黑色的那種感覺 我們做的不是暗黑料理 是真的有人這樣做 真的有人這樣做 暗黑色 但是不是做暗黑料理 你看整個那種咖哩顏色 咖哩顏色變得比較深 有沒有 很漂亮 對 所以我們現在把蝦仁關起來 那開始我們要準備去把它 做一個燉煮之後 整個巧克力香味已經出來了 那我們接下來開始要做一個 成盤的一個動作 對 首先我們先把這一個 這個蝦子只要燙熟就好 也不要做什麼調味 這是用炒的 用炒的 對 用炒的 炒熟就好了 我們現在把這個花椰菜的部分 青花椰菜擺上去 先把它圍一圈 漂亮亮的 接下來我們要把 蝦子撈上來嗎 不 我們先把這個咖哩的部分 先把它做一個 沉底的一個動作 把它沉底 然後再把蝦仁放進去 OK 好 把它關起火源 接下來 好香 這個很怪 咖哩又配上巧克力的味道 沒有 它本來就有人這樣子做 對 它聞 其實就聞得到 那個巧克力的香氣 對 把它放進去 那接下來 再把蝦仁放上去 再把蝦仁放上去 那我們這道幫你 抗老又回春的料理就完成囉 試試這道可可咖哩蝦仁 山藥富含多種營養素 幫助加強抗氧化回春效果 搭配多種蔬菜與黑巧克力 讓你的肌膚白嫩Q彈水噹噹 這一波的確診疹非常非常多 當然大部分都已經康復了 可是很多人開始面臨 皮膚癢的問題 醫生你會給這件什麼建議 怎麼對抗皮膚癢 這一波新冠確診之後 很多人出現長新冠的紅疹 皮膚可能有群麻疹或是濕疹 那其實我們就是從兩個方面 心理就是去做一個調整 先了解跟接受 生理的話當然就是充足的睡眠 然後你的運動每天10分鐘 然後營養要均衡 皮膚科醫師也會開立一些 恐怖抗阻症或是外用藥膏 來做一個控制 OK 其實這一波新冠為什麼會癢 它大部分還是因為 免疫力混亂的關係 今天主要告訴大家 皮膚癢有很多很多的毛病 當然大部分就是因為 可能你保濕做得不夠 但是告訴你 如果皮膚癢 千萬不要亂抓 而且如果皮膚癢 又沒有出去紅疹 就要趕快去看醫生 因為你有可能有很多 內臟方面的毛病 一旦錯過這個機會 有時候會造成你的疾病 非常非常的嚴重 除了告訴大家 皮膚癢 千萬不要抓 也不要去熱敷 這樣你的皮膚才可以得到很健康 我們今天晚上下次見 拜拜